哇 今天不停的下大雨 你看一下 我穿得不解 我怕失透了 今天有什么事呢 我在家的时候 我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些山叉油 吃起来非常的纯 特别好 然后今天他带我来看一下 种植山叉油的一个地方 是在高山处 环境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自然区域 刚刚拿了一把伞 换了一个座椅 现在就不怕雨了 这片都是 是吧 哇 你这个海拔好高哦 这环境真的太美了 哇 这个海拔真的高 你看那云彩就跟咱们齐平了 我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点 咱们爬得太高 现在就走了一个来小时了 嗯 哦 没事 没事 这个什么时候采啊 这个要到今年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采啊 有大有小 然后品种不同 这种咱们都是成天然的没有打 对的 对的 所以都是不达里到采摘前 再来把这个 这个还算是长得不错的 这还接了好多啊 还是挂果 挂果率还可以的 要十一月份采摘的时候啊 来就更漂亮 十一月份 长得大又多是吧 它那个是花垒开的时候 叫花果并茂 抱子怀胎 哦 它因为这个果子要十三个月 但是你上次够进那个山茶油 是我吃过当中吧 真的是很少见的 非常纯 对非常纯 对然后今天我一定要来看一下 这个生长的环境怎样 真的没得说了 太先进了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茶子高山茶子 要比普通的低山的茶子的营养成分啊 包括味道啊香味啊都要好一些 对味道吃得出来 嗯 嘴慢点慢点 没事没事 今天下雨天辛苦了 不辛苦 我觉得下雨天太好了 天热流大太阳满身热汗 是吧 嗯 我感觉来到上面是氧气空间的 对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真的 要在上面真的进一路房子 太美了 不过今天如果是不下雨的话 还可以爬得更高一点 啊 这已经够高了 有点耳鸣的感觉啊 不是有点点的那种感觉 我们车子一上来 我车子一口热汗 我就耳鸣就开始了 在春夏就已经是比较高了 500多海拔了 那你看 终于上来了 哈哈哈 辛苦了啊 没事 然后你看这边 这边是其中一小片 还比较年轻的 哦 这一片了不是 对还比较年轻的树林 还有年龄更大的 300年了 好多老唐鸣 今天要吃一天 我们下午茶 可以吃一天 吃一年 就那么粹 抢了 以后